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 目前美国已经有12个州 提前达到7成居民接种至少一剂疫苗的目标 不过有专家警告 假期过后往往出现集中感染情况 疫情在两周内获再生变数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在近日宣布 正式终止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 实施的留在墨西哥避难申请政策 马约卡斯称 经过数月的审查 他认为这项政策没有充分或者可持续的 加强美国边境管理 也未能缓解美国边境执法人员的压力 马约卡斯表示 拜登政府将改革美国避难申请体系 扩大与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的合作 以打击人口走私网络 特朗普政府于2019年1月起实施留在墨西哥政策 根据这项政策通过美墨边境进入美国的避难申请者 必须返回墨西哥留在墨西哥境内等待申请审理结果 拜登在今年的1月20号就职首日宣布暂停执行这项政策 由国土安全部进行审查 前总统特朗普新成立的网站在上线29天后正式关闭 前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账号被禁后 新成立了名为来自特朗普的办公桌网站 特朗普通过在网站上发表类似于推特的简短声明 向支持者发布最新的信息 但是支持者无法在网站上与特朗普进行互动 特朗普的高级顾问米勒于2号证实这个新网站已经关闭 他为说明网站关闭的具体原因 但是他表示特朗普将会加入新的社交媒体平台 但是他拒绝透露特朗普加入或者成立新的社交媒体平台的时间与具体的计划 肉类供应商JBS在周二晚间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在上周末遭受网络攻击后 其所有设施正在恢复运营 JBS在美国的首席执行官诺盖拉在声明中表示 网络攻击并未影响其备份服务器 公司正在与技术专家合作恢复系统 绝大多数牛肉猪肉家禽和调理食品业务将于周三恢复运营 JBS约占美国牛肉产能的四分之一 猪肉产能的五分之一 受网络攻击后 JBS关闭了全美各地的几家工厂 此前华尔街日报援引肉类市场分析师的报道 事件可能导致肉类价格快速上涨 这一最新声明缓解了人们对肉价上涨的担忧 继肉类供应商JBS遭受网络攻击之后 马州轮船管理局的轮渡服务成为 勒索软件攻击的最新受害者 该公司宣布 在周三上午遭受了勒索软件攻击 这些攻击影响了公司的正常运营 从马萨诸塞州蒸汽船管理局出发的 前往物资霍尔庄园 马沙葡萄园岛和南塔基特岛的轮渡服务 都可能会遭遇延误 此外 顾客目前也无法通过网络或者电话 预定船票 以及更改车辆预定 轮船管理局表示 目前一个IT专业团队正在评估袭击的影响 公司也在通过取消预定费等一系列措施 更努力维护运作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总统拜登于周三宣布 将招募1000家非裔拥有的理发店和沙龙 推出店内疫苗教育和接种服务 以促进全美范围的疫苗接种工作 两周前 马里兰州乔治王子俊的 十家非裔经营的美发沙龙和理发店 已经成功在店内开设疫苗接种诊所 由于在许多州 少数族裔社区受到医疗设施落后 和对疫苗担忧等各种条件的严重影响 导致疫苗接种率偏低 理发店内接种疫苗的倡议 被视为说服疫情影响最严重 但往往不愿接种疫苗的人的一种方式 拜登此前制定了到7月4日全美能有70%的成年人 至少接种一剂疫苗的目标 截止目前进度约为63% 西弗吉尼亚州州长吉姆·贾斯蒂斯近日也宣布一项新的 鼓励疫苗接种彩票抽奖计划 据称这项彩票计划的首次开奖为100万美元的现金奖励 其他奖品还包括定制的狩猎步枪和狩猎现弹枪 定制改装卡车终身狩猎和捕鱼许可证等等 此外 贾斯蒂斯还计划 为12到25岁之间的青少年提供两份完整的为期4年的奖学金 该活动计划将从6月20日开启 直到8月4日结束 贾斯蒂斯表示 只要在6月20日之前施打一剂疫苗 并且在政府网站进行注册便可参与抽奖 纽约市长白思豪于周三宣布 纽约市将从周五开始在选定的公立学校内为学生接种新冠疫苗 根据白思豪的介绍 纽约市将首先在Bronix区的4所学校内设立疫苗接种点为孩子们接种疫苗 并将在未来几周将校内疫苗接种计划扩大到其他学校和行政区 他补充表示 新计划的细节 比如临时疫苗接种点在特定学校开设的时间 仍然在制定之中 截至目前 纽约市有大约12万名12到17岁的学生 完成了第一剂疫苗的接种 尽管初高中生已经获得接种疫苗的资格 但是 白思豪此前表示 纽约市公立学校学生将不会被强制要求接种疫苗 马里兰州共和党籍州长霍根近日宣布 该州计划将在下个月停发联邦失业救济金并恢复求职要求 霍根于周二表示 该州将停止向失业人员每周发放额外的300美元救济金 此外 马里兰州还将停止其他三项失业福利 包括对自雇者的援助 而申请失业的人也必须证明他们正在寻找新的工作 霍根于周二已经向劳工部提交了该决定的通知 并有30天的意见征询期 截至目前 马里兰州是全美第24个提前退出联邦失业补助计划的州 马里兰州官员表示 该州已经向73万多人支付了超过123亿美元的失业救济金 解决了超过97%的失业补助申请 洛杉矶近日发生一起命案 一名消防员枪击了两名同事 造成一死一伤 枪击案发生在洛杉矶北部阿瓜多尔赛的81号消防站 消防部门的负责人表示 这名枪手昨天在消防站开枪 枪杀了一名44岁的消防员同事 并打伤了54岁的消防队长 作案后 他逃离回家并放火将自己的房屋烧毁 据推测已经自杀身亡 警方在其家中浴池中发现了头部受枪伤的险犯尸体 负责这起谋杀案调查的洛杉矶县治安官布兰登迪恩中尉 近日表示 根据初步调查 枪手和被打死的消防员在工作场所有一些矛盾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你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凤凰美洲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